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素颜妈妈开着车带着素颜驶离了停车场 粉红色的多拉A梦书包就放在素颜的腿上 开车的过程中她忍不住转过头来去看素颜 而素颜则满心欢喜地摸着她的书包 就那么喜欢多拉A梦 嗯 喜欢 多拉A梦可是我的朋友 我最重要的朋友 好 那今天也要和朋友们好好相处啊 这样多拉A梦也会高兴的 车驶到学校附近开始躲起来 现在学校的运动场俨然已经被家长们当成了临时停车场 新闻中越来越多关于儿童犯罪的内容 让家长们感到不安 家长们便想着尽可能地将孩子安全送进教室 一进入学校 素颜妈妈的表情便变了 因为周围头来的视线并不那么地友好 她将车停在离教室最近的地方 然后牵着素颜的手走向教室 就在马上就要到了的时候 她的心突然一沉 素颜想要进教室 但她就牵着素颜向前又走了几步 她像小偷一样瞄了一眼教室里的情况 只见很多学生家长正坐在教室后面 她已经大概猜想到了会发生什么 素颜呢 我们回车里待一会儿好不好 她笑着问素颜 而素颜则开始眼神涣散 握着她的手也在颤抖 她只能用力回握住素颜的手 试图用母爱来抵抗女儿眼中的恐惧 妈妈 素颜止不住地颤抖 声音中已满是不安 她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判断 这里太危险了 要马上离开 我们先出去吧 不 今天我们去吃素颜最喜欢的冰激凌 说好要镇定 素颜妈妈就开始先耿叶起来 这是她第一次让素颜看到自己的泪水 本来一直以来都做得很好 以为最困难的境地都克服了 但结果却这样轻易地失败了 她流泪的原因很简单 挫败 就是挫败 因为想要让素颜 融入其他孩子当中的希望 无情地被打破了 她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现实 就算她接受了 素颜爸爸接受了 但别人不愿意接受他们一家人 现实 不允许他们过上平凡的生活 她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被孤立 这种比冷漠更残忍的现实 让她感到挫败 显然 大家并不理会他们一家人的所谓希望 她跪在素颜面前 睁大双眼 她不能眨眼 只要一眨眼 泪水就会躺下来 素颜 妈妈今天不想让素颜上学 妈妈自己一个人太胡聊了 素颜今天能不能陪妈妈 一句话说完 泪水还是不受控的 顺着素颜妈妈的脸庞流了下来 忍了又忍 既没有眨眼 也没有掉转视线 随着那句无奈的谎言 眼泪还是溢出了眼眶 尽管不想被素颜看到 但她的视线仿佛就定格在了素颜身上 她试着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来解释弥补 可最后就什么也没说 只是强忍着不要让更多的泪水流下来 正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素颜慢慢地伸出了手 小小的暖暖的手扶上了她的眼角 虽然泪水还在流 但她的嘴角翘了起来 她的眼泪与素颜的小手彼此交流 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说着 终于 终于克服了 声音小到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听到 不要哭 妈妈 素颜用自己小小的手掌 帮妈妈擦拭着泪水 这不是感慨的时候 依旧要必须马上离开 素颜妈妈勉强开口 咬紧牙关 忍住哽咽的声音 素颜 我们先出去 去吃冰激凌 不行 我和多拉A梦约好了 不 没事 我们现在出去 去看多拉A梦好不好 素颜笑着不发一言 只是用手继续给妈妈擦的眼泪 这是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素颜 她闭上双眼 想要感受这一瞬间 记住这一瞬间 如果不能永远记住 那就刻在心里 但美好的时间没有持续多久 一位家长打开教室的门 来到走廊 哦 已经来了呢 大家来看呢 素颜和素颜妈妈来了 这位绿胖的学生家长 用尖锐的声音喊着 素颜妈妈开始焦急起来 她想要保护素颜 便以最快的速度抱住了素颜 学生家长们好像等了很久似的 从教室的前门后门涌了出来 是素颜妈妈 我们能谈谈吗 一位学生家长走到素颜妈妈面前 似乎是感知到了危险 素颜也紧紧地回报住了妈妈 您要 您要说什么 非常低沉的声音 听不出一点自信 她就像胆小的孩子一样 环视着周围的家长们 进教室再谈吧 不要妨碍其他本 不能下次再谈吗 我们现在有事要走 素颜妈妈说着抱紧了素颜 此刻她只想要尽快离开 您以为我们是太闲了才会找到这里吗 一位家长抓住了素颜妈妈的肩膀 不要碰我 素颜妈妈紧闭着双眼大叫起来 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经过的孩子 准备去上课的老师 都停下来注视着她 抱着素颜的素颜妈妈 睁开眼 怒瞪着抓住自己肩膀的那位家长 不要碰我 也不要碰素颜 我们会自己进去 被震住的家长赶紧放下自己的手 素颜妈妈抱起素颜走进教室 虽然看起来很淡定 但是素颜仍然能够感觉到 她的心紧张地跳个不停 素颜摇着自己的指甲 不安的神情令她心碎不已 她浮在素颜耳边说 素颜妈妈爱你 我可爱的小公主 妈妈爱你 素颜也爱妈妈吗 她需要安慰素颜 同时也需要素颜给她勇气 因为她知道 接下来将会受到怎样的攻击 素颜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她能够感觉到 妈妈现在需要什么 也明白自己的话 对妈妈具有怎样的意义 嗯 我爱你妈妈 她亲了一下素颜的脸 抬起头 却看见本来坐着的家长 全都站了起来 孩子们聚在教室的一角 用惊恐的眼神看着素颜 素颜妈妈抱着素颜 走进这些像猛兽一样可怕的视线中 周遭顿时陷入死一半的沉寂 之前发现素颜妈妈的那位家长 最后一个走进了教室 这时坐在素颜妈妈对面的一位家长 皱着眉说道 为什么要把一个不正常的孩子送到学校来 难道就不害臊吗 要是我的话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素颜妈妈沉着地应对着 在孩子面前 请您注意一下用词 然而学生家长气势汹汹地瞪着素颜妈妈 或者送去残疾人学校 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 全都不正常 不是吗 知道孩子们听说素颜转学过来 有多害怕吗 素颜妈妈一下子就打断了对方的话 这种话 您最好不要说 这是我的女儿 我的孩子 我唯一的血脉 我十月怀胎所生的孩子 不是你这种人能随便谈论的 你再敢说一次看看 再让素颜听到一次看看 我不会原谅你 绝对不会原谅你 素颜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小 但学生家长们越来越害怕 刚才义正言辞的那位家长也进了声 教室里再次安静了下来 她更加用力地抱着素颜 素颜也用力还着妈妈的脖子 她瞪着在场的家长 而家长们则纷纷回避她的视线 虽然她的眼中还含着泪水 但透露出一股母爱不可亵渎的气势 我的MP3我做主 敬雅思听 Just听 空气变得冰冷起来 听到消息的校长和班主任 急急赶来 校长快步走到教室后面 发现学生家长和素颜妈妈正聚集在那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家长们为什么会聚在这 校长的声音中透露着不安 刚刚攻击过素颜妈妈的那位家长 赶忙上前质问 接收这种孩子之前 您应该先经过我们的同意 不是吗 校长 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难道就不考虑我们孩子的安全和人性教育吗 有精神科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 所以我同意了 您这是玩乎值守 精神科医生的诊断证明 那么这孩子的身体情况呢 您觉得他正常吗 他可是残疾人 而且是性方面的残疾 我们孩子会受到怎样的精神冲击 您就不管吗 这位家长的话让素颜妈妈皱紧了眉头 她不想表现出软弱的样子 为了忍住泪水 为了不屈服 她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眼睛嘴上 但是泪水还是无助地掉了下来 脸也扭曲了 嘴唇也跟着剧烈地颤抖 不想回忆的 不想再记起的噩梦又被人翻了出来 素颜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素颜妈妈觉察到了素颜的异样 迅速地站了起来 离开这里才是最好的选择 就像为了躲避子弹而拼命奔跑的人一样 她经过校长 班主任老师来到门前 就在这时 她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 原本跳动的心也沉了下去 所有努力全部化为乌有的挫败感 瞬间席卷了她 此时此刻 悲伤怨恨愤怒统统都消失了 因为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她更无法接受的事实 素颜转过头来看一下门口的方向 然后高兴地笑了起来 是多拉A梦 多拉A梦目睹了刚才发生在走廊上的一切 素颜妈妈进入教室后 她就站在窗边 注视着里面的情况 最后终于忍不住冲了进来 她的手上还拿着满满一大袋的冰激凌 多拉A梦看了看素颜妈妈 紧接着便望向聚在教室后面的可怕的猛兽们 多拉A梦来了 还买了冰激凌 就仿佛见到了救世主一样 素颜向多拉A梦伸出手 想要正图妈妈的怀抱 她相信多拉A梦一定能够改变现在这可怕的氛围 她是那么渴望的多拉A梦 那么渴望的冰激凌 在她看来 只要有多拉A梦和冰激凌在 所有人都会笑着面对她 虽然只有八岁 但不论是从理性上 还是从现在的情况上来看 她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可或许这是唯一的希望 她孩子般的纯真 还是让她否定了残酷的理性 素颜妈妈用力制止着素颜的行为 她很清楚素颜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没有办法 她不能让素颜连童心也幻灭 她不想让素颜知道 即便是多拉A梦和冰激凌 也不能把他们带离地狱 她知道素颜会因此受到多大的伤害 如果现在让素颜挣脱了 素颜一定高兴地拉起多拉A梦的手 无知地接近那些猛兽 并笑着跟他们说 请您吃冰激凌 而那些猛兽们一定会瞪着素颜 甚至一边咒骂 一边将冰激凌扔在地上 即便如此 素颜也还是会笑着面对他们 因为素颜本来就是一个爱撒娇的善良的孩子 她坚信多拉A梦和冰激凌 能够感化这些猛兽 就算冰激凌被扔在地上 她也会捡起来重新递给他们 就算眼含泪水 她也会笑着亲近他们 但最终素颜还是会被他们视为罪人 只能低着头等着他们的审判 虽然祈求着他们能够放过自己 但最后的审判一定是残忍的 只是想一想就已经恨得牙痒 纯真 无论如何也要帮孩子守住 多拉A梦看看素颜妈妈 又看看内心猛兽 最后走向了素颜 似乎在犹豫什么 她总是走几步又停下来 脚步沉重 仿佛有千斤重的东西羁绊着她 犹豫再三之后 多拉A梦还是把装满冰激凌的口袋 拿给素颜看 我买了冰激凌 不知道她到底吸了多少汗气 声音吸得过分 这又是什么呀 诶 这哪是学校啊 分明是游乐园嘛 一位学生家长扶着头大放厥词 多拉A梦望着她 用尖细的声音对她说道 素颜身体不好 但现在已经痊愈了 云昭也说素颜可以来上学 小朋友们也很喜欢素颜 这算什么 难道学校是为了素颜一个人开的 有没有概念呢 校长 请你现在就让素颜转学 您看看这家人 正常吗 连孩子都保护不好的人 还来这里放肆 我会提出正式的联名抗议书 我们绝不能接受素颜 绝对不能 家长们开始议论纷纷 声音越来越大 多拉A梦站在那里 手足无措的 左看看 右看看 现在不是送孩子上学的时候 这是为孩子考虑吗 真是残忍 正是因为这样虐待孩子 孩子才会变成这样的 残疾不是明摆着的吗 怎么能让孩子来上学呢 我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呀 大伙 我们一起抗议吧 在家长们正讨论的激烈的时候 多拉A梦小声地自言自语着 为什么不行 我们素颜为什么不行 由于教室里太过嘈杂 所以只有少数的几个人 听到了他的声音 其中一位家长 一扔言辞地回答道 就因为他和我们的孩子不同 他边说还边瞪着多拉A梦 这也是母性的表现 但显然与素颜妈妈不同 本来乱作一团的家长们 安静下来 看着对峙的两人 多拉A梦的声音依然间隙 但藏不住其中的真挚和急迫 我们素颜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我还有素颜妈妈 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吗 我们素颜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们孩子的事情吗 经历了那样的事 本来就对不起我们 你不知道吗 与多拉A梦对峙的家长 居然说出了这样不像话的话 素颜妈妈望着多拉A梦 她依旧在哭 但哭的原因却不同 这次是感动的泪水 因为素颜妈妈终于克服了 智能上的障碍 虽然声音还是那么尖细 但语气已经像个大人 她能够感受到面具里面 多拉A梦作为家长的坚韧 多拉A梦看着她 用眼神告诉她不用担心 她重新看向家长们 孩子经历了这些 对 没错 孩子因此受到了伤害 因为我们的不注意 受到了伤害 这是事实 但是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依旧还会一起吃饭 一起旅行 一起看电视 一起欢笑 只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 你们现在理所当然享受的一切 我们也最终会做到 什么也不会改变 你们还不明白吗 作为家长也不明白吗 当然 我能理解你们对孩子的担心 但是真正对素颜有偏见的是谁呢 是孩子们吗 孩子们可是很喜欢素颜的 恐怕戴着有丝眼镜的另有其人吧 孩子们其实并不知道素颜 究竟受了什么伤害 知道吗 将这一切告诉孩子们的 这是你们 是你们交给孩子偏见 现在我们 说着说着 多拉A梦停了下来 因为她的声音变了回来 她急忙去拿刚才放在走廊的 氦气气球 经过素颜妈妈的时候 素颜一下子抓住了她 多拉A梦回头看向素颜 素颜哭着用颤抖的声音哀求道 爸爸 我们回家吧 所有人都沉默了 素颜抓着多拉A梦的手 央求 爸爸 我们回家吧 素颜爸爸开始结巴起来 声音已经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你说 什么 爸爸 我们回家吧 嗯 你再说一遍 爸爸 我们快点回家吧 多拉A梦慢慢摘下了面具 她的脸已经全部湿透了 不只是汗水 还是泪水 爸爸 可以回家吗 素颜点了点头 所有人都像看到了奇迹一样 真的 爸爸可以回家吗 爸爸可以和素颜一起回家 素颜笑着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爸爸 我们回家吧 比起多拉A梦 我更喜欢爸爸 素颜爸爸张开双臂 紧紧还住了素颜和素颜妈妈 不知道等了多久了 不知道等这句话等了多久了 不知道等了多久 等着素颜重新叫爸爸 谢谢 真的谢谢你素颜 爸爸 爸爸 爸爸谢谢你 爸爸答应你 不会忘记自己的称谓 虽然这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一个称谓 但我绝对不会忘记 我是爸爸 是素颜的爸爸 是大家眼中的素颜爸爸 我太骄傲了 我为自己是素颜的爸爸感到骄傲 此时此刻 世界一片寂静 所有的误解 委屈 愤怒 都变得不再重要 素颜爸爸 抚摸着素颜的脸 强忍着哽咽的声音 好 我们回家 一起回家吃饭 看怪物史莱克 去旅行 和爸爸 和爸爸一起回家 一起回我们的家 本来驱赶着这一家人的家长们 也是了眼眶 这是一种神圣的 无法形容的感动 回家 究竟等了多久 回家 就这一句话 不知道有多令人想念 我们一起回家 坐着同一辆车回家 素颜爸爸和素颜妈妈 还有素颜 一起回家 我们不停地笑着 哭着 这一瞬间 我们不知道等待了多久 又期盼了多久 怎么能忘记 怎么能抹去 怎么能放弃 这一家人 在一起的幸福 不会一气 不会一气 不会放任 不会失去 这一家人 在一起的幸福 家人 所有人都认为 理所当然的这个词语 但无论如何 我还是不能将其视为 理所当然 用耳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